欢迎大家来到万门大学考研课堂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文汇 今天我给大家来讲的是 阅读理解考研的解题思路和技巧二 这一章节 这一章节呢 我主要会给大家从这个 这几个四项方面给大家来讲解 第一个就是通读全文抓住中心 仔细审推返回原文 以及最后重叠选项和得出答案 这其实方法很简单 所以在这一讲的话 我会给大家一篇实战的文章 并不是让大家真正的去做它 而是说咱们如何来去读这篇文章 如何来去理解这篇文章 所以咱们阅读解题思路和技巧二 这一部分呢 是让大家来去看一下 实战去感觉一下 咱们真正考研英语 需要接触的一些难剧长剧考点 以及这个如何阅读问题 所以OK 咱们这一部分呢 可能会打散 中间会充分分为三个部分 但不是完全按这三个角度来走的 因为咱们文章是一个很长的文章 我找的是今年2015年 刚考在这个 这个阅读理解A这个部分的 part one的第一个题 咱们大家简单 随着我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是2015年的真题 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去简单扫一眼 扫一眼看一下 这里我不给大家来读了 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看完了 这里我给大家画出来一个关键句 看到了没 咱们先把这篇文章简单 带大家走一遍 并不是说非要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 咱们它的主题 在哪里讲的是什么 咱们看这个introduction 刚才已经说 咱们这个考研英语真题中 和咱们平时练习有什么区别呢 考研英语的真题 很有一个参考价值 包括它难度都比平常练习 难度可能是要大 咱们就不管那些 咱们真正去研究呢 可能还是考研英语真题这一部分 讲到这个真题这个部分 introduction是任何一篇文章 它只要是一种 就是考研英语这个阅读理解中 introduction都是最重要的 introduction最重要的中间呢 就是它的手句肯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里我给这个每一段的手句 我都给大家画出来了 大家简单跟着我来走一遍 你看它每一句 基本上都是最多三行 没有超过四行的情况下 有的是像这一句 是以一句话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的 这个咱们可以直接略过 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过渡句 它不承担任何这个答题技巧问题 这个question这里面部分呢 我先带大家提前看一下吧 提前看一下咱们才能知道 咱们到底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做题的第一步技巧呢 刚才说是通读全文 其实在通读全文之间之前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找出 这个提干的关键词 也就是刚才说的keyword 咱们第一道题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Can join carriers of Spain 咱先不讲这个实际内容 这涉及到一个文章内容问题 肯定先看这个first two paragraphs 前两段 那就是前两段的内容 来去回答这个题 那你就要在前两段的那个部分 标注出这个重点的信号 知道前两段需要我重点来读的 看第二个 Monarchies are kept at the haze of state in Europe mostly 这个君主被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 在欧洲主要是什么什么什么 后面的可能是一个其他的 这个所有后面的练习练的 我都没给大家来列 他竟然说保持这个元首 那这句话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head of the state 那就是君主会作为国家元首 但是又没有掌握实权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他最有可能出现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到最后咱们看到具体的题 咱们就会知道 但是咱们这里面的一个关键词典 就是haze of state haze of state 那咱们来看一下下面第二十三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shown to be odd according to paragraph four 下面哪一个看着比较奇怪呢 according to paragraph four 那二十三呢 最关键的词在paragraph four上 那这个部分咱们就需要回到 这个paragraph four来去找 这个关键题点 关键词 咱们来看一下二十四这个部分 the british royals have most to fear because Charles 怎么样 英国皇室 have most to fear have most to fear 这个most to fear to fear什么 这个没说 这个没说 那咱们就要找出个most to have most to fear 在文章哪一个位置 找到去文章的位置来去填这个部分 因为Charles 怎么样 咱们一会去看文章的时候 咱们去来去找这个词 不需要大家这里面不需要大家来做 必须找去教大家掌握这个具体的分析方法 下面第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e text 这里面考的是什么 主旨问题 topic sentence问题 找出topic sentence 总结出这个title title其实就是man idea的一个缩写 缩写形式或者一个浓缩的形式 那这个就对大家要求比较高 那这个如何来做呢 找出每一段的关键句 然后咱们来一一来看这个具体的原文 每一个我会给大家留一分钟的时候浏览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同学有的没做过 再做做起来咱们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那他讲的肯定是一个西班牙国王 也就是欧洲国王这个政权的一个 君主力宣制的一个问题 就关于政权的问题 咱们这一段已经让大家来看一下了 那咱们来看第一句话 他说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这里面引用了 引用了他下面肯定会给他这个 这个引用的进一步解释 他虽然不是直观解释 肯定会给他说 他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 那大家能读懂这句话 king don't abdicate the deer in the sleep 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大家读这句话 最关键一个难点 就是they deer in their sleep 同学要是认得abdicate的话 这句话其实并不难 对吧 大家来看一下 国王不去这个什么怎么样 退职 也就是说他不当国王了 怎么情况呢 they deer in their sleep they和deer这个指代的they应该是kings kings 他们敢in their sleep 就是说他们只有在睡觉才敢退位 他在现实中 他就是你想让国王退位 门都没有 是这个意思吧 你做梦去吧 是这个意思吧 ok 那就是说国王其实是一直掌握政权的 对吧 所以这一段 咱们知道这个introduction部分讲的是国王的问题 又是这个spian的问题 那就是刚才和咱们说的 他在欧洲这个国家 这个国王制或者君主立宪制 他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或者是mostly怎么样呢 咱们继续来看下面的哈 这个部分我简单带大家走一下哈 但是不给大家细讲哈 but embarrassing scandals scandals 绯闻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republic left in the recent europe elections have forced him to eat his words and stand down 那就是这里面 咱们为什么说国外人 外国人为什么 或西方人独自会一幕时行呢 那咱们可以对应到咱中国人身上 为什么中国人也可以一幕时行呢 找关键词 所以读阅读理解的时候 不要去抠每个句子 到底具体讲的是什么 一定要找一幕时行 找出这个十一词 十一词它对应到底想拖 你不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 但你知道它要传达给你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所以咱们说的一幕时行是什么呢 咱们例如第一个啊 scandals这个词要读出来 popularity这个词要读出来 election这个词要读出来 false it his words stand down 这几个词要读出来 其他你可以直接省略不看 因为涉及到不到这个具体的形容和修饰 以及后面的其他一些它到底在哪 不问到这个问题 这些词可以直接略过 这样的话 咱们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其实就省下了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时间 那就是说它这个scandals和这个popularity 它的一种非常公众性或者流行性 以及它这个现在的一个绯闻 迫使它 eat his words 咱们直接根据这个字面意思 eat his words 叫什么 食言了 and stand down stand up叫站起来 stand down 就坐下去了 对吧 就蹲下去了 蹲下去了 so does the Spanish crisis suggest that suggest that 表明什么 这个crisis表明什么呢 monarchy is seeing its last days monarchy is seeing its last days monarchy这个词应该是君主立宪制 这个不知道也没关系 知道这应该是一个相对应他们整体的一个东西就行了 是不是快要接 接起了呢 seeing its last days 最后一段时间了 does that mean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for all european royals with their magnificent uniforms and the majesty lifestyle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writing is on the wall for all european royals 这其实是一个短语 短语这个到时候会给大家来细讲 这个writing is on the wall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欧洲这一个贵族这地方快要解体了 已经面临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以及包括他们的一个一致的一个着装 uniforms和一些生活就尺寸的生活方式 这里大家已经看到了 其实他就是说国王不肯退位的问题 对吧 ok 咱们看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咱们来看第一句话已经给大家说出来了 The Spanish case provides arguments both for and against the monarchy Spanish case Spanish case provides arguments 就是西班牙这个case case是什么意思的 本身表示案件 法律案件 另外呢 也是表示咱们评说一个小案件 咱们香港很多就是说啊小case就是一个小案件小事 他很好解决的一个事啊 咱们可以如果这个具体不了解的话咱们暂且放一下啊 就提供了一个讨论 就是什么讨论呢 是支持这个君主力限制 还是反对君主力限制呢 就是可能是以西班牙这个事件来为基础的啊 咱们简单看后面的啊 重点其实每一个都是第一句话啊 When public opinion is particularly polarized as it wa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Franco-ramage regime 这个词啊 regime 这个词是表示正题啊 monics 君主 can rise above mere politics and embody a spirit of national unity 这个是说什么呢 就是公众的观点分为两极话了 什么两极话呢 就是随着他跟随着这个Franco's regime 这个Franco政体 那君主呢 现在已经仅仅是在于他政治之上 and体现的只是一种国家整体的这种精神 他是想说什么呢 就想说的这个君主 现在只是一个空壳 他代表的是一个象征国家整体的一个标志 但他本身有没有权利呢 他仅仅是mere politics 但是他并不掌握真正的实权 真正的实权在内阁的手里啊 所以这个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君主 是不是要支持或者是反对君主立宪制呢 他并没有明确的表示 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下面你就可以理解是陈述事实的一个过程 OK 咱们再来看下面的 It is this apparent tendency of politics that explains monarchs continuing popularity polarized 很明显的一种政治上的超越 什么超越呢 表示了这个君主持续的这种流行性 也被这个polarized 就是说君主立宪制这种政体呢 现在也分成了一个两极化 咱们不管这些词你认不认得 但现在其实就是说 他这个君主立宪制 现在就是公众性或者大众性 以及流行性在这个大范围的群众范围内 也分出了两极 就是支持和不支持 后面肯定讲的又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去支撑咱们讲的这个观点 对吧 OK 咱们带大家看一下 And also the Middle East accepted Europe is the most monarch-infested region in the world with ten kingdoms not counting Vatican city and the world 这个就不用管他了 就是说在中东 除了中东这一部分呢 欧洲是最怎么样呢 Monarch-infested 这个影响最深的一个区域 在世界上所有的联合国中 或者是这种kingdom 国家当中 那其实也就是说欧洲目前是君主立宪制最严重的一个部分 对吧 咱们不管再说出来 它这个意思是什么 一定要抓住它 它要表达是什么东西 But unlike their absolutist counterparts in the Gulf and Asia Most royal families have survived because they allow voters to avoid the difficult search for a non-controversial but respected public feature 这些啊 这个我不需要给大家讲全 但大家要知道它整体说的什么呢 就是它不像在这个Gulf和Asher这两个地方相对应的这个绝对主义的一个counterparts 这个词不认识没关系 那就是说在他们欧洲的地方这些人和这个亚洲或者是这Gulf这个海湾这些人的这些人呢 就并不像他们那些人 怎么样呢 大部分这个皇室的家庭呢 它生存是因为他们让他们的选举人去避免一些很痛苦或者很困难的search for non-controversial 他不去寻找那些就是我想去这个非非有争议的就是没有争议的而是令人尊敬的公众人物 他们生存不是要去找那些没有争议的公众人物而去找一些那些公众上让人尊敬的人物 他意思是说呢 现在这个欧洲的政体君主力限制这个国王呢 他一般就是那些不是说有争议和没争议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人肯定是地位很高受人崇敬的那些人 他没有实权 但是他已经得到全国人民的各种尊重 他说的是这一个问题啊 OK OK 咱们看完这一段的时候咱们中间休息一下啊 Even so kings and queens undoubtedly have a downside 尽管如此国王和皇后呢毫无疑问会有一个a downside 咱们要按字面理解 downside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方面 因为有一个up就一个down 它down的部分肯定是不好的方面 有什么样的不好的方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啊 它们的历史象征着一种国家的整体 它们所谓的这种国家的一种一致性 有时候它们像今天表示的这种方式一样 体现的是一种过时 而且是不可侵略的一种特权或者是不平等性 也就是说这个皇帝站最高的位置 它所代表的其实不是一种公正 而是代表一种皇权 一种权威啊 它是想说什么呢 在那时这个人或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警告了一种什么呢 Rising inequality 就是逐渐的这种不平等性 以及逐渐这种继承性的这种财富的一种权力的上升 它这种其实是很奇怪的 什么奇怪呢 就是Wels这种统治的很富裕的这种家庭呢 应该是象征性现代这种人群国家的这种核心 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核心 它其实反复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国王手里面的权力以及金钱 其实是权力没有 但是金钱和财富是很多的 而且这种象征性的这种权力呢 其实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财富是继承下来的 这对一般家庭其实是不公平的 会越来越差大的 所以它只是反复来强调这种Feminist 其实就是象征性的Democratic State 是一种民主国家 OK 咱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咱们接着来讲下面的一部分 OK 谢谢大家聆听